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在无人机上做了一个测试 那个测试成功的情况 当然一个详细的情况 我们要请教陈博士 和我们去讲一下 究竟那个实验上成功的地方在哪里 以及接下来的科技的应用 尤其是大家都很关心 在军工上 如果放在一些武器级别的武器上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包括我们说一些新籍的战机 轰炸机 甚至乎是那个导弹上面的情况 那会不会引致到 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些恶性的军备竞裁 甚至乎是否真的会改变了现在那个 厄太或者欧洲一些的形势呢? 那和習博士都谈一下 当然大家记得 帮忙给like和免费订阅 包括科学新资和军武器言的频道 好啊 和习博士聊天 习博士你好啊 Larry你好啊 大家好啊 真的讲到今次这个测试 就是我们讲了RDRE这个火箭引擎 之前习博士跟大家讲过的了 所以习博士都会跟大家 remind大家的科技上的情况 究竟有什么突破呢? 和今次在那个无人机的测试上 又和上一次有什么不同 好吧? 那简单点回顾一下先吧 那RDRE技术 那我们就硬用我们的形式去命名的 那就是一种叫做爆船 爆船这个这样的火箭引擎技术 那的确实它也有爆也有船的概念在里面的 所以就是拿了我们的比较卡通词汇来翻译了 那其实它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比较革命性 我们认为它是下一代的火箭引擎技术来的 那而且它中间面对了很多的技术难关呢 就一直未克服到 而且除了美国之外呢 是有其他国家都是想尝试掌握这种的技术 那个技术本身那个基本的概念呢 就有人提出了很久了 但是实际上它怎么可以变成一种可行的一个引擎 真是拿来去帮我去推进呢 那就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发展程度 但是可以这么说了 就是经历了这个星期的那个报道呢 你会看到呢 美国成为了世上第一个可以将这种叫做RDRE 这种爆船引擎 就是爆船火箭引擎的技术 变成为一样真可以现实上在天空上飞的东西 那你可以说是一种领先来的 那这个关于那个是非可以讲解了一点点了 我记得上次我和Larry去讲这个RDRE引擎的时候呢 是借着他们的报道就讲着呢 他们尝试在做一个地面的static fire 就是说呢 就好像我们平时看到 无论你是军事上的火箭引擎 还是是太空计划的火箭引擎 尤其是就算我们看到SpaceX都看到很多的 他们没正式射支火箭上天的时候呢 它会将那个推进器呢 在地面做一个叫static fire 就是纯粹在地面上面点火 看一下它是开不开得着 运作唱不相信 但是当然你不会将它的功率提到很高 不然就整支就弹起了 那纯粹是做一个点火 那甚至乎如果你想将它 真的确切测试一下它那个威力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将火箭引擎打动了 你将它打横 就是将它躺横了 然后呢就好好地锁住它 在一个位置上面 然后尝试将它开到尽的时候 看看它可以在最高状态运作的时候 它是出来的推力 是不是理想 它的燃销唱不唱顺 那其实上次呢 我们讲这个RDRE的时候呢 我们就讲了 美国是成功地在地面上面点着这个RDRE引擎 是维持了三分多钟那么久 那我当时还说 如果你将它放在太空计划 其实你再只需要将它的燃点时间 延长多几分钟左右呢 你已经基本上可以将它准备好 即是符合到可以将那些物件 送上太空的最基本要求了 这样 那当然啦 这里我们就 就是天马航空的讲得比较远了 更加实际的就是说 如果我试了去这个RDRE引擎的威力 在地面做测试之后 毫不犹豫的下一步就是什么呢 试试把它安装在一些东西里 看看它能不能飞起了 是不是 因为现在它已经拥有了一个 几分钟的燃点时间 那我们就找一些 纯粹想着它可以飞回 都是几分钟以内的东西 来放上去试试看是否能飞到 那的而且确呢 刚刚这个星期呢 就是美国就已经是有公司 就是将这个RDRE这个引擎 装在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无人机 其实它也是一支飞弹仔来的 不过上面有两支翼的意思 那然后就 当然它是配置了这个 最新式的RDRE引擎 就飞了16公里 10个mile左右 而且它控制着都未出全力的 那它就将它维持在一个 比音速低一点的一个速度 就将它飞了成十多公里 那你反过来可以计算很简单的数 如果它的速度就是 大约只有九成音速左右 就是每秒300米左右 现在它就最后飞了16公里左右 那就是整个飞行时间的长度 就是一分钟左右 那就是一分钟以内 那你就会看到它就是用了 现在这个引擎本身 它容许的一个寿命 就将它真的放上去天空上飞 而且发觉飞行都是暢顺的 无论点火 它那个表现也是没有问题 也都成功将我想飞的那支飞 飞到目的地那里 那这个大概就是 现在讲的这套RDRE引擎技术 在现在美国的这一刻 去达到的成就去到哪里 它的进展去到哪里 以及比起上次我们报道的时候 它又多了些什么呢 那大约可以在这里先说出来 嗯 所以看到呢 就是将那个RDRE 这个爆船引擎 那现在基本上都距离 我想是量产 那还有一段距离 那但是呢 就真的将那个技术 实现了出来 那所以你说 如果现在先放在 那么细型的 就是个Drone上面 那这个都很合理的 就是我们经常说呢 就是它每样东西 都会逐步的难度加大 那所以陈博士 你觉得呢 就是它将来现在放在Drone上面 那当然了 就是我们一直都看到 就是它那个应用 应该会很广泛的 嗯 包括可以战机 轟炸机 导弹 什么都可以的了 那但是你又觉得 它下一步呢 就是健康的发展呢 就是它 它将来那个步骤 它又会有些什么惊喜给我们呢 那其实都不是很理 我不可以用健康的发展去想的 因为纯粹你一个引擎 你追求的东西不外乎就是 就是可以更加稳定 就是一个寿命 还有就是它可以飞得更加远 还有就是你真的可以看到它的效能 是比传统的火箭引擎高 那在几分钟的范围之内 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是希望 如果未来再有是非 它可以飞得更加长的时间 不再是一分钟了 可能是说 以小时计行不行呢 如果你达到 以小时计的飞行时间 即是飞行时间的话 那就是说 你可以考虑把它放在一些 载人的东西那里飞 就是像你所说 拿来放在战机引擎上 那就无可避免了 当然你说再长远一点 你如果要求它可以的负载能力更加高 和飞的时间更加长 作一个用尽去全力去飞行 整个东西再整大些 再推力更加厉害的时候 就是太空航目 所以你未能够把它变成 一个太空航目可以用的引擎之前 你其实首先 它一定要经历一个阶段 就是它可不可以把它变成 我们地面上的那些战机 那些载人飞机用的引擎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它对于那些 熄了制再点火 飞的时间再长一些 还有突然之间 一些高难度 紧急应变式的操作那里 就是那里就尝试再精进下去 就是看一下它可不可以能够 在其他的灵活程度方面 都能够追到传统的引擎 那这个就一定是下一步的方向 嗯 是啊 那我们就估计 就是来近来说 就是有些新的项目 就是六代机 甚至乎会不会 之后的飞机引擎 都可以借鉴到这个RDRE的技术 下去放下去 那如果它可以做到 例如说我们经常说的 超音速巡航 那不就真的很有利 就是现在呢 地球人都是蠢蠢地 包括你不断开死力 去推飞机 那但是其实呢 就一来不环保啦 二来呢 就是浪费那些的能源呢 其实也都令到行程会缩断的嘛 那但是如果你看到 不用的 不用开Afterburner 那这些那么消 就是下下变超级杀人 才可以推进到的科技 它就这样呢 平开呢 都能够呢 开得很快 开到超音速那样 那所以其实呢 第一就是那个空战那个规则 可能是来着会改舍啦 那每个国家呢 它发展引擎那里呢 就那个扔下去的科研呢 我相信都会很变态 那还有呢 有些国家呢 陈博士不知道你认同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呢 其实那个军事版图上面 会产生一个相当之不平衡的局面 就是就是美国或者某些国家 那发展RDRE引擎 发展得很厉害的时间呢 他们的飞行物啊 他们所有的飞行载举呢 那些变态啊 夸张啊 或者是越境挑战你啊 甚至乎以前曾经试过 Blackbird那些呢 就三倍音速飞得很快啦 那但是都会被导弹追击的嘛 但是现在呢 又重演一致呢 就是那架飞机比导弹更快 那就是连上打折它 是不是真的已经去到一个 如果真的成功 是真的去到一个 好像不是很可能的事情 那这个就真的很决定于 但是呢 你那个推进物本身 能够做到的效能有多高 那就是很多国家都想搞高超音速武器 但是你也都知道你本身的引擎 如果你要达到那么高的速度 但是同时又非常笨重的时候呢 那你就变成了不得了 是不是 就是这个世界搞这些高超音速的东西 你当然有多过一种技术可以去做到 我们传统 你说用传统这些火箭引擎技术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想将那个效能提升的话呢 那多了这个RDRE的技术呢 似乎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 如果大家很记性的也都留意到 俄罗斯其实是想走另外一条路的嘛 就是用这个核动力的引擎 来做它的高超音速武器 但是同样都是面对它的问题了 它的稳定性有多高呢 它可不可以做到很轻巧呢 它用的物料能不能够抵御到 要驾驭到这种那么强的威力呢 说的是用核子的技术 那就是你如果再看回中国大陆 它在掌握这个RDRE的技术来说 还是非常之BB仔的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 它在地面点着那个时间 一秒都不够 但是美国现在你说的是 以分钟计天上的飞行 那你就知道那个距离 但是同时间俄罗斯 它似乎又好像听说过 在那个核动力的这些火箭引擎里面 它已经又在做一些是非 成功失败你不知道 但是起码它已经尝试摆上天了 这些东西 所以一切都要 你再把那几个已经成熟的技术平衡做比较 比如说它要是 每成在每一单位 就是每一公斤的东西 它需要用多少的燃料 或者它自己本身的重量 可以做到多轻多重 那这些东西全部都要考虑的 当然要加上它的飞行 那个距离可以有多少 那到最后 会是RDRE引擎 是贏的 还是你说核动力引擎贏的呢 那都很缺于它最后本身的引擎的参数 那这里容许我也回顾一下 我说了这么久 什么爆船 RDRE引擎 其实它这个技术本身 它其实可不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尝试去理解 令到它我们可以知道 它比起传统的火箭技术 究竟能够有哪些呢 那我们现在就说 宣称它理论上面 可以提升的效能 就不是说高很多 15到25%左右 但是已经对于军事来说 其实已经是有好处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有人很自力发展 RDRE引擎技术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爆炸 它的威力是向四方八面去爆出来的 但是我们如果想用这个爆炸力 来做推进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能用到一部分 其中一个方向来帮我们取得推力 那麦前我和Larry也有说过 我们很喜欢用一个龟波气功的比喻 就是你向着一个相反方向出龟波气功 那照算 由漫画里告诉我们 龟波气功都有后助力给我的 那气功向前 就将我的人有反作用力推后 那如果你把这个实际的爆炸来说 它不是说爆炸力只是向一个方向 它还有向四方八面的爆炸力 那这个是无论所有这些这样的 运用到这些内燃 或者甚至乎是这些火箭引擎 都面对着一个问题 我怎样可以吃到尽 它这个爆炸出来的威力 来变成 将它化作我的反作用力 来帮我推进呢? 那其实就是其中一个问题来的 那爆炸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将它聚焦在一个方向上 就算你现在看到那些火箭引擎 它的火焰是向下的噴 但是其实你本身 那个罩着爆炸火焰的那个统状的物体 那其实就好像我们龟波器工的那只手一样 就硬将那个爆炸的威力 弱触住了在一个方向那里 就是你需要和那个爆炸本身有少少的对抗 才能够吃尽它的势来帮自己推进 而且有部分它的爆炸力 不是向你想象中的那个向前的方向的 它是横向的 横向的那些对我没什么用的 浪费了的 那所以呢 传统那些这样的火箭引擎 你先天设计上 你已经是有一些的爆炸威力浪费了的 那所以有人就很聪明想到的方法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可以透过更改一些的设计 或者去更改去一个燃烧的机制 将它爆炸威力作适当的导引 令到它不要那么多是分布在横向那里 就令到我可以更加可以用少一点的力 就将那个爆炸弱触了在一个范围里面 从而令到我可以慢慢就将它导引 令到我可以食尽它的爆炸威力来推进呢? 那这个就是RDRE引擎的精心设计所在 你用一个简单一点的概念去想 RDRE引擎它就将我刚才说的那种 原本是横向浪费了的爆炸威力 就导引了变成一个旋转一路旋转的方向 就是它就这样说 如果我是要将爆炸威力向前噴 我就会向后推进 但是我就将原本横向的爆炸威力 就变成了好像我眼前看到一个 一个时钟顺时针转的方向 就是令到那些威力不要浪费了那么多 我也不需要用那么多力量去对抗它 但是它最后可以化身成为 我可以用到的爆炸的一个威力 来帮我做推进 这个就是RDRE引擎最核心的理念所在 但是你实际上怎么做呢?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还有你怎样有节奏地去燃点里面的燃料 令到它可以你出来的爆炸和旋转的威力 是得到一个适当的导引和约束 就是你能够驾驭到它 就是好像有一个很厉害的内工 在你身体里面准备爆发出来 但是你怎样用你自己的耐力压制住它 令到它不要乱爆发出来 然后你要出招的时候 就向着那个方向出招 就是威力最大 其实呢 就是几次练这些这样的内工的比喻 就是这个RDRE引擎技术 上次我们有提到 就是美国它之所以能够成功驾驭到这种RDRE引擎 其实很有奈于它那个非常精密的 电脑的计算机科学模擬的技术 就不是说它们有什么物料 特别出色过人 而是它背后去模擬的时候 它很多失败的参数 已经首先在电脑上试过了 所以它是帮它折省到一些实际开发研究的时间 就知道哪个才是最理想的参数 来去稳定地维系着这个RDRE引擎的运作 所以它们一定会将整个Software 这个模擬的软件 就视为一个最高的机密 因为正正就是核心技术所在 所以我们都看到了 就是陈博士跟我们说 整个科技都不是只是引擎的 就是你后面整个团队 它们整个硬软件的开发 其实都是整个发展的关键 就是整个系统一个配套式去做 就多过纯粹单件这件事做 那件事做 就是它们考虑是一个系统 一个approach的形式去启动整件事 所以往往你能够做到引擎的话 可能下一次就将这个技术 只要放在另一个应用的方向 又有新的东西走出来 那说起这个大家 当然很多东西科技一出 就先想到军用的那个层面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民用的话 其实是不是一样是很革命性呢? 包括我们那个盟航机也好 甚至乎最近我们跟陈博士成功说的 就是有没有可能再启动那些concord 就是以前那个和谐式的那些客机 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X-59这一架 NASA去做一个测试 一个很长的基地那一架的飞机 那那个飞机呢 其实它去做一个超音速的 要破音障那样东西 但是它都不是说用一些很厉害的引擎 那时候都是那个技术开发 先从那个气动外形去做一个设计 那如果真是陈博士 它来到民航客机 就是它如果有个这样的测试 来到伦敦来往这个纽约一个小时 甚至乎用到这样的人 其实可能我们来到地球上面 那些航行啊 旅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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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想到才没讲太空啊 就是港地球 就是那个civil的旅行呢 都会变得很轻松 甚至乎整个经济圈呢 真的那些什么一小时生活圈呢 再不是我们说大湾区的了 真的是 就是纽约去纽约一个小时 我真是想不到整件事是怎么样 甚至乎是全地球一个小时 就是纽约去纽约 可能只是纽约去纽约 纽约去纽约都是一个小时 是不是真的实在是很难以想象的呢 那我想最难想象的那位 就是它的成本效益 是不是 就是我们一早有那么多这些 就是你上太空的技术都有了 为什么我们不用一个上太空的火箭 来帮我由香港去到美国呢 那其实一切都是钱的问题 都是成本效益的问题而已 那虽然最近又这么巧 你甚至乎有看到那些大陆的速递公司 说想搞这个火箭运输 就是你好像当它开玩笑那样 但是你要知道 当这些这样的火箭 这些这样的火箭噴射引擎技术呢 它能够如果真的做到便宜的话呢 你就有人用是不奇的了 就是以往其实没有的原因就是贵的而已 这些东西真的只是拿来上太空才能用的意思而已 所以在这里大家都dare to dream 就是够胆去发梦去想想这些东西 那一切就好看一下 这些引擎的技术 它是可以做到很耐用持久 安全系数很高 以及就是那个成本可以做到很便宜 那我们都知道的就是 有时候有些传统旧的技术 它旧得来 但是我们不用的原因就是 就是因为很可能这些旧技术 最后出来是比这些新技术更贵的 那你看看我们现在一般的通讯技术 很多时候都是的 你越用旧的方式 不代表一定越便宜的 有时候可能你用新的会便宜一些的 那这个一切就看回它整件事 最后发展出来的成本效益 会是怎样结果的 好啊 所以都相当值得期待 就是RDRE这个火箭引擎 来到那个成熟之后 但是最大的憧憬 都始终仍然是太空旅行 因为这个才是Elon Musk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说法 他们想冲出地球的做法 好 那我们这一节 来到这里 大家记得 帮助给like 也免费订阅 包括科学新枝 和军武器言的频道 好 那我们就在其他的军公开密的节数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